台湾有条件开放入境后 每个入境的民众都要接受检疫 机场成为防疫最前线 指挥中心临时开记者会 宣布又有新增境外移入案例 新增了四个境外移入的个案 这次次民确诊是案459到462 分别从赖索托 南非以及美国回到台湾 不过还有一名大家更关心的确诊个案 就是在台湾长期生活的泰国籍移工 回到泰国后确诊新冠肺炎 今天中午左右我们接获泰国官方的通知 7月21号从我国搭机返回泰国 说7月25号确诊 所以我们还不太清楚 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病 什么时候的检验 证明确诊的泰国籍移工 2008年1月17日入境台湾就在北部工作 今年7月21日返回泰国 中间都不曾离开台湾 25日在泰国确诊新冠肺炎 而外界也担心 台湾是不是有没被发现的潜在疫情 那目前有9位 公司里面有9位移工都是泰籍的 那有没有去过什么地方 我们现在正在疫调当中 就是不排除是本土病例嘛 就是说只能在疫调或还有就加强检验 针对他这个工厂接触者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才有办法再回答 是不是本土病例有没有社区感染 指挥中心都没有正面回应 因为临时接到泰国方面通知 台湾方面也紧急进行全面疫调 厘清是在台湾被感染 或是返回泰国后才染病 就怕出现防疫漏洞 让台湾疫情拉警报 欢迎新闻张家宝杨直渝台北报道 好 好 好